还是看看供给车的改革 其实对于2016年来看 我们供给车改革 提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的日程上来 随着整个前段时间 中小创以及一些体财股 固执泡沫的去掉 其实供给车改革里面 煤炭油 石钢铁等等 最近的时间市场一直非常活跃 随着整个市场价值中枢的回归 一些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的个股 引来了比较好的表现机会 而从整个2015年来看 很多个股 其实指数虽然在3000点附近的 很多股价可能在2000多点 所以在最近的时间 这些个股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修复的过程 随着整个国企改革 以及地方央企改革的逐步推进 自从一些供给车改革 这些个股来看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归的过程 特别这些个股来看 从PP来看比较低 很多是迫近 所以国企改革也会迎来一波 比较好的市场机会 所以大盘蓝筹股来看 随着整个市场价值回归的过程 这些个股也是对整个市场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稳定作用 所以投资者来看 这些个股应该也是有 比较好的参与的机会 对这些股票也会有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下期见